欢迎收看由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节呢要教的是这个 不等式的脱衣服和穿衣服 讲脱衣服好像有点色色的 但是呢就是不等式求解啦 为什么要讲脱衣服呢 我们来看这一题 这个如果2x加3是 在-2到6之间 大于-2而且小于6的话 附带一题这样子的写法 它其实就好像我们在写这个连等式 我们说连等式 比如说这个x加2等于 2x-1等于3 假如说这样子 那它其实是告诉你2x-1等于3 而且x加2也等于3 那当然你可以说 而且x加2等于2x-1 当然你也可以说x加2等于3 那一样的道理 它这里呢其实呢 蕴含了这个2x加3小于6 而且这个2x加3要小于-2啦 可以吗 那当然你可以两边都算 那这边要符合 这边算出来的那个结果要符合 而且这边算出来的那个结果要符合 然后再去想会怎么样 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就进行一个比较简单的计算 比如说 以这一题为例 既然它是连续的不等式嘛 那我们刚才上一集就 不是刚才上一集有说明了 这个2x不等式的运算呢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等式的这种等号两边同加同减 等号只是说这个不等号 如果你同层到负号或同层到负号的话要翻过来 要颠倒 所以呢我们可以这么想 这个这一个 而且这一个也是 在它们的不等式的两侧通通减3 所以 -2 -2呢会小于2x加3会小于6 它三项全部通通减3 -5就会小于2x就会小于3 对不对 三项通通减3 可以吗 那接着 这个因为我最后要的是x的范围嘛 所以三项通通除2 所以x其实会在3和5之间 那这样就取得它的范围了 那就好像是我们在解方程式的时候慢慢的把 不属于x的部分移到 别的项 移到等号的另一侧去 那 我们就把这个动作称为它脱衣服 就是把它不属于它的一直一直丢出去 那我们是先丢加减再丢乘除 可是在我们学这个等量公理方程式计算的时候我们就有说我们当然也可以先丢乘除再丢加减 以这一题来说我也可以先除2啊 对不对 先除2的话 三项通通除2 所以-1会 小于这个 x加2分之3 你要注意哦 你中间除2是他们两个都要除到2 然后会小于这个3嘛 对不对 然后再同减2分之3 所以x是 2分之3是1.5啦 3-1.5是1.5 那他-1-1.5是-2.5 可以吗 所以你看答案会一样 再次的证明了 我们即便是在不等式里面 要进行这个不等式的计算求解的时候也不一定一定要先 移这个加好 只要你想得够清楚就可以了 来看下面这一根 那如果他是3-2 3-2x怎么办 一样啦 就是把他 这个3他其实是加3嘛 我们先把他除掉 所以这个不等式呢 三项通 减3 所以左边变-6 小于-2x 然后 小于3 右边也减3 那这样子的话呢 中间剩-2x 于是三项在同除-2 要留意哦 我们现在除了一个负数 所以要 翻过来 那所以他是 -2分之3 他除-2是正3 所以x在-2分之3和正3之间 可以吗 那 这个 我很快的说明一下 这样子连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符号 你乘符号就是两个都一起翻过来 那这个做法呢 你如果把他拆开左边 右边 分开拆开来做 做完之后 再合并起来思考 范围还是在这里 那我就不示范了 只是说 如果真的学生有困厚的话 老师就分拆开来给他看 练习一次就知道 那因为这个太简单了 我就不做了 来看下面这个 刚才介绍的是不等式的 脱衣服 那其实很多学生呢 脱衣服会穿衣服不会 所以 如果x在-5到3之间求这个 那我刚说很多学生这样子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我们学校 的课纲里面有教你怎么不等式求解 却没有教你 把他从一个范围求回到多项式的范围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的想法是一样的 为什么不教呢 那不教归不教 不代表 这个大家都不会 其实有人会啦 那 假如有考试或者是评量之类 你就会发现有人会 有人不会 蛮多人不会 或者是说想起来会变得很困难 那其实就用刚才的这种想法 我们在解位之数的时候 是比如说2x加1 等于我 就是说我最后你看 假如大家回去看我们这个有熊老师 评教数学 国一上的前 三集 前四集 我们在交等量公里 我们有一个运算的逻辑是等量公里 那我们有一个运算的目的就是要写出x等于多少 目的是这个嘛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不属于x就全部想办法把它 挪到等号另一侧去 那 所以我们会比如说先减1 然后再除2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反过来 我知道x是 比如说x 人家算出来什么 2 如果我知道x是2 我想要知道那2x加1是多少 那当然我们的做法可能是带进去 可是其实这个动作你真的在算的时候你是怎么做 就是2先乘2啊 然后再加1啊 然后是5啊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就是把这个运算怎么样 2x嘛 先把2乘回来再把1加回来 所以你是慢慢的慢慢的把1伏穿回来 来找到这个值 那在不等思考的时候也是一样 x在-5到3之间 所以这个的范围 我最后要变成这个 有没有 那跟刚才我们解这一题的时候的逻辑差不多 所以其实我的第一步先把-5乘给他 所以 既然我写大一点 既然x在-5到3之间 三项同乘-5 所以 记得我们乘负号了 所以现在会变成 -5x 这个要翻过来 翻过来 他乘负5-15 他乘负5正25 所以负5x其实在 负15到正25之间 那接着 这个跟这个差什么 就差他前面有一个3 于是我把3加给他 这个3-5x 不对 3-5x 3-5x其实就等于是-5x加3嘛 对不对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嘛 所以我就把3加给他 于是他就会变成 这个加3 -12 这个加3 28 那这个就他的范围 可以吗 所以他所求的范围就是28跟-12之间 大于-12 小于28 那么 这里有四题 大家想一想 OK OK 好 按个暂停 那把它想一想 那在大家 解这四题的同时 我们来聊一聊上一集 我们谈了一个谬论 那这个谬论呢 我们说这个熊老师要追一个塑胶壳 要追一只乌龟 那结果一直追都追不到 为什么会这样 不应该是这样 那其实这个 上一集的这个描述里面 我们说 他们原本差100公尺 但是当熊老师追到他的时候 他又往前走一点点 虽然他走的比熊老师慢 可是他又往前走一点点 当熊老师又追到了这个位置 他又往前一点点 当熊老师又追到这个位置 他又往前一点点 那这么看好像的确他永远都比熊老师往前面一点点 那这样子好像永远都追不到 可是其实这个描述里面呢 少了一件事情 或者说我们把一样东西 带换掉了 我们 把这个 时间 用步骤带换掉了 但是呢 这样子就隐蔽了这个速度真实的意义 什么意思呢 本来熊老师他的速度是他的两倍代表他 走一样的时间 他会走两倍的距离嘛 那我们刚才说他走第一步他到这里他往前走一点 第二步他到这里往前走一点 第三步他到这里往前走一点 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提 那这些这几步的时候那个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 假设 假设熊老师走一步是 一分钟 就是走100公尺是一分钟 假设熊老师是每分钟走100公尺 那这样子的话呢他一开始两个人都是零 就是在起 开始起跑时间都是零 当熊老师往前到100 而他到50的这个时候就是那个step1 第一步的时候呢 其实时间是一分钟过去 接着熊老师又往前走了50 他又往前走了 一半 又往前走25 其实这里应该是 150和175 但是我们就不加了 看得懂就好 所以这个时候熊老师在这个位置 这是step2 那step2呢其实 一分钟走100 第二分钟 走50吗 不是 第二分钟还是要走100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第二分钟 他的第2个步骤只走了 半分钟而已 对不对 也就是他的step1其实走了一分钟 step2走了半分钟 当熊老师在追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再往前走25公分 25公尺的时候 那这样子这个 壳子 蓝色的塑胶壳 又往前走了一点点 应该是走12.5 又往前走了一点点 那这个时候熊老师呢 其实他的第3步 他只走了 25公尺 所以其实他只走了 四分之一分钟 那这是1右四分之三 刚1.5是1右分之一 这是1右四分之三 对吗 于是熊老师又往前追 然后这个壳又往前走了一点点 走了0.625 应该是6.25 这个壳又往前走了6.25 熊老师又往前追 那 这一次熊老师只有走 12.5而已 所以他走的是8分之1分钟 所以他其实总共 走到追到这里的时候呢 4分之3加8分之1 是1右8分之7 于是熊老师又追他又跑 当熊老师在追的时候是 这一步只剩下 16分之1了 因为是 6.25 所以 其实这一步的时间才走到了1右 16分之15而已 然后这个壳又往前走了 这个 3.125 那熊老师又追3.125只占了100公尺的 这个 三十二分之1 所以 当熊老师在追到他又往前跑一点点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才 1右三十二分之三十一而已 连这个 三十二分之1加这一个 加起来是这样 那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慢慢的慢慢的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怎么样 所以刚才讲 上一集说这个谬论讲的好像熊老师永远都追不到 可是我们这个step1 step2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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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推 因为始终没有超过两分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其实熊老师 第二分钟就会追到了 我们只是把 两分钟之内要发生的事情 本来 熊老师比他快一倍嘛 他比熊老师超前100公尺 所以当第二分钟的时候熊老师走200他只走了100 那他就是100加100 就会被熊老师追到刚好200这个位置上 就追到了 你会发现我们刚才这么一直往前走 时间都没有超过两分钟 而且这个 壳 蓝色小壳 这只乌龟的距离走得越来越短 越来越短 他始终没有超过200 你去加他你就会发现始终没有超过200 那这个就是谬论 我们把再两分钟 假如今天花一个时间走 假如今天花一个时间走 这里开始起跑 开始起跑的时候 其实第1分钟第2分钟这里就追上了 那我们只是把这里面要发生的事情呢 说切成很多步 第1分钟 这个是step1 这step2 这step3 这step4 这step5 这step6 我们一直一直一直把 最后尤其越靠近就切得越细 所以讲的好像就是好 又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永远都追不到 但是呢 其实这一步又一步的时间是越来越短 也就是说他只要 走到两分钟的时候 他就知道 那这个就是他的谬论 也就是把 时间呢 把时间用步骤 用来代换 我们到了国二下会学一个 数学叫做这个 等差数列 等差数列的这个数字是用 像素来换的 他是用像素来思考的 那 我们刚这个这个谬论的描述呢 其实他就是把 时间改用步骤 就是改用这个像素来思考 看起来好像是一直追不到 但是其实是这个像素他 所代表的时间越来越短 回来看刚才的这四题呢 来看第一题 这个蛮 简单的求解 他说 f of x 是这个如果y 等于f of x 再负1到4 就是说如果这个再负1到4 小于负1大于负4 不是4 不是 那这样子求解x等号两边同乘2 于是 负8小于1-3x 小于负2 那注意虽然我们有负号 可是我们乘的是正2 所以 这个 不等号不用换 那等号两边同 减1-9 小于负3x 小于负3 等号两边同除负3 这一次就要掉号 掉头了 所以x等于1 x大于1小于3 那这个就答案 看第二小题 他说 如果今天这个函数是y等于f 是这个 然后我去限制他的x 一定要在 3 一定要在大于负3小于3分之7 之间的话 那请问y的 最大值跟最小值 那其实他就是说这个x 大于负3小于3分之7 要去求 这一个 的范围 你求范围求到了就会知道最大和最小 对不对 那 附带一题 刚刚题目没出好 他竟然要问最大值跟最小值 其实我要有等号 要不然你 你只会知道他一定要大过多少小过多少 没有办法断言他最大或最小是多少 所以我帮他加一个等号 这样子到时候算出来的那个两头的值就可以是相等的 就可以是 他的 他的值本身 来 所以这个就是这题就练习穿衣服啦 于是呢把刚才的步骤倒回来走 我们先乘负3 他乘负3是 负7 他乘负3是正9 那要注意呢我们要把这个号也翻过来 所以其实负3x是大于负7小于9 然后在同加1 所以 这个 所以他是比他多1 看得出来吧他加1就是他 所以同加1 负6这个9加1是10 然后在同除2 负6除2负3 10除2是5 所以最大值 最大值是 最大值是5 最小值是 负3 这是他的答案 OK吗 好我们来看刚才的第3题 这下就有点变化了 那这两边都有x的时候 其实呢就是说 如果今天他 这个连着的不等式 三项都有x 或者说有两项有x的话 那其实你应该要分开来做 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说明了 他本来就是可以分开来做的 分开来做之后呢 这边做出来的结果 这个条件你也要接受 这个条件 这边做出来结果的条件你也要接受 那我们来练习一下分开来做 利用这一题 所以他其实是 2x-2要小于3 2x-2要左边 2x-2要小于3 这样子的话 2x是 小于等号两边同加25 x是小于2.5 这样子 那右边呢他其实是 3会小于2x加5 于是等号两边同加5 那2x是大于 负2 然后 x是大于 负0点 负1 负1 这样子可以吗 那所以呢这个最后这两个条件我们都要接受 所以x要大于负1 要小于2.5 这样 那在这里呢我示范一下 其实如果只有在这个情形 底下 就是说 如果 他 这三项或者说两项 至少有两 至少两头的这两项 他的x 系数是一样的 都是2x 我们可以干脆做一个动作 就是这三项同 减2x把他挤到中间去 对不对 我们这三项都把他减2x减掉 所以这边减2x胜负2 那这里就会得到一个3-2x 然后这里2x消掉胜5 然后解他咯 所以等号两边同减3 然后等号两边同储负2 同储负2要记得颠倒号 所以 这样子也是同一个答案 可以吗 来看刚才的第 这个第四个题目 那 2x加1如果是大于1 大于负1小于3的话 那 求这个的范围 那这一题不叫这个 稳扎稳倒的做法就是先把x的范围求出来 也就是说你现在穿着 这个 制服然后回家了 那于是你决定要换成便服 然后 穿这个毛衣 因为天气很冷 现在天气 已经进入到冬天了 有些码是入这个的时候是12月底 那这样子的话呢 所以我们 要一定要怎么做 要先脱衣服吗 你要先脱制服再穿 便服吗 对不对 所以呢 来解解看 2x加1在这个范围里 所以等号两边同减1 2x在 2到负2 然后同除2 x在 1到负1 然后再回来求这个范围 所以再乘6 所以6x在 6到负6 所以再减7 所以6x-7在 这个 6-7负1 这里是负43 可以吗 那这个是比较文乍文档的方法 那如果你对多项式的概念比较强 我们会发现这里有2x 这里有6x 我可以把6x把它变 透过某些方式把它变成它 怎么变呢 来乘个三倍吧 所以 我们把这个等号三项同乘3 我就会得到 6x加3 它其实小于9 大于负3 可以吗 好 那现在加3啦 我要减7嘛 所以减10 所以6x-7 其实会小于负1 大于负13 这样也是答案 对不对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6x-7呢 它是 2x加1 先乘3 再减10 那你不需要马上找出这样子 你只要 怎么样 先把他的 x的倍数显成给他吧 再处理掉常数项目 这样也是可以的 就是我们不一定要把它解到x里去 我们之前在多项式也练习过这样子 在前面的章节的问题里面 我们这个 交完了加全平均的概念 留下了一些速度的问题来把它解掉 小民骑车 时速6公里骑了1小时 又改用9公里骑了1.5小时 就平均速度 那我们那个时候说 你要使用这个恰恰版的这种概念去想 你要先抓到所谓加全平均的权重是什么 速度 是 距离 除时间 那那一堂课里有说明了这个被你除的东西呢 换句话说到时候 速度乘时间 是距离 那所以他会跟你乘在一起 那 我们在求平均的时候 加全平均的时候 你发在这种速度上的时间越多 你的权重就会越大 所以在计算速度的时候 什么被除在底下 他就是权重 OK吗 权的简写是一个 这样子 有没有一点 好像没有 那这样子的话呢 所以 他有两个速度 一个6公里 一个9公里 然后6公里的骑了1小时 9公里的骑了1.5小时 所以这两个比是 1比1.5是2比3 2比3所以最后平均弱的位置要是这个 过来这里过来 所以这里是3比2 那3R跟2R 合起来 设成3R跟2R合起来 R是9-6 是3 所以R是0.6 OK吗 R是0.6所以3R是1.8 所以其实平均速度是 7.8 7.8 可以吗 那单位是这个公里 公里小时 小时公里 下面这一题 同样 时速6公里 骑了100公里 是100公里 然后9公里的时速骑了200公里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 这个100跟200是距离 所以它不是权重 所以如果你要用刚才这个算法来算可以 你要先把它换成时间 所以其实6公里呢 它骑了100 时速6公里骑了100公里 所以它花的时间其实是6分之100 就是 花的时间 时间等于距离除速度 那 来这里如果它是9的话呢 它时速9公里呢 它骑了200公里 所以它花的时间是9分之200 那么这两个比是多少 来比一下 6分之100 比 9分之200 上面这个百可以约掉 然后下面这里3也可以约掉 2比3 所以它是2分之1 比3分之2同乘6是3比4 所以其实这两头的 花的 它花在骑6公里的这种速度上面 跟花在骑9公里的这种速度上面的比是3比4 那所以它到时候权重这边会是4比3 4R加3R等于3 7R等于3 R等于7分之3 4R等于7分之12 所以它的平均速度是 6又7分之12 也就是7又7分之5 6分之1 对吗 这是作业 好